民众党前秘书长谢立功日前召开了记者会要求 说若是民众党总统候选人柯文哲票数未打第二名 或是民众党不分区立委席次未打八席以上 要求竞选总干事黄珊珊要请辞不分区立委 黄珊珊今天亲上火线回应 说选举的KPI应该是取得胜选 没有人会把KPI定在第二名 更强调不是个人的去留问题 而柯文哲呢 周五则是取消了所有的公开行程 备战证件会跟辩论画面也曝光 整天不排公开行程 柯文哲和黄国昌黄珊珊双黄教战备战 接下来的辩论与证件会 包括当天幕僚任务分配 毕竟只有两人 能在中场十分钟休息时间献策 但身兼总干事操盘柯比选战的黄珊珊 却面临党内同志挑战 如果柯文哲没选上 那我就辞掉不分区立委 即便是我排队 我只必须立下军令状 民众党前秘书长谢立功 速度隔空喊话 要求珊珊立下军令状黄珊珊首度 清上火线回应 万众一心 我们的KPI应该是取得胜选 没有人会把自己的KPI定在第二名 如果他连第二名都达不到 他现在是在说空话 好啊 那如果没有第一你就应该下来啊 不是个人的问题 也不是个人去留的问题 我们是以慎学为目标 所以我说不要一直空口说白话嘛 他永远只听那一小撮人的 主席不应该被绑架 谢立功更爆料 科办曾经引爆云林党部不满 有地方党员扬言退党 云林当时要集体退党 是我下去跟他们讲的 我也不是秘书长 多听别人的声音 然后不要以止气势 选战倒数时刻 白色力量爆发内战 柯文哲面临蓝绿袈杀 同时恐怕揽外之余 还得安抚党内不满声让 这次我讲李敏舟才会不到